大家好 这里是汪哥说电影 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来看看获得了第91届奥斯卡最佳真人短片的《肤色》 故事一开始 爸爸大白正在给儿子小白剃头 妻子过来交代了儿子几句 很显然这是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大白有一帮好兄弟 他们时常约着一起出门旅行 在车里还会肆意的哼歌聊天 大白和几个机友都是壮汉 通常会去到山顶进行射击比赛 而儿子小白也并不胆怯 正在一旁玩弄着一条花蛇 大白叫小白过来射击 显然小白的表现很令大白满意 晚上一家三狗去超市购物 一切都是那么温馨 结账的时候小白看见旁边有一个黑人大叔 黑人大叔也看见了他 用一个玩具小人逗小白玩 小白开心地笑出了声 大白转过头来却质问黑人大叔 他觉得大叔在吓唬他儿子 原来大白是个具有种族歧视的人 他不顾妻子和儿子的阻拦 打电话叫上他的几个哥们 并尾随黑人大叔 将黑人大叔胖揍了一顿 而此时 黑人大叔的妻子和儿子 正坐在车上 看见了惨象的发生 黑人大叔的妻子立马打电话报了警 而黑人大叔被打成重伤 还被用牛奶倒在脸上 似乎是在嘲讽他脸上黑色的皮肤 然后大白和好友趁着警察到来之前 就开着车子赶紧离去 只剩下黑人大叔的妻子抱着丈夫痛哭 之后小白和大白探讨起了毒蛇 小白说蛇的花纹代表他有毒性 但很多时候 有花纹的蛇并没有毒性 只是用来吓唬天敌的 而有的蛇虽然没有花纹 却毒性了得 但大白告诉他 即使这样 他还是会选择用花纹来判断一条蛇 是否有毒 随后父子俩便出门兜风去了 晚上回来时 却在路上遇到了意外 一辆面包车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大白下车去想让对方挪走 却被车上下来的人给绑走 小白则目睹了这整个过程 而面包车上坐着的全是黑人 其中还包括那个黑人大叔的儿子 想必是为那天的事来进行报仇的 他们将大白带到了一个隐蔽的密室 随后就开始为他纹身 一眨眼就过去了十天 电视里正播报着小白爸爸被绑架的十天的新闻 而此时的密室里还在坐着纹身 一个纹身坐了十天还没坐完 很快小白爸爸被送回了家 他从路边的车窗上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原来他的皮肤全部被纹上了黑色 大白十分惊慌失措 这可是他最鄙视的黑色皮肤啊 他拼命地想要将黑色洗掉 却于事无补 家里的狗狗跑出来认出了他 在他身边呜咽着 妻子听到响动起来看 看到外面有个黑人 害怕是之前的黑人来报复 于是掏出家里藏起来的枪 还叫小白去房间躲起来 很快大白就破门而入 妻子不仅没有认出他 还用枪指着他让他滚出去 大白挣扎着解释 妻子终于认出来这是自己丈夫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声枪响 而自小白亲手解决了大白 这么准的枪法还是大白一手交授的 而黑人是坏人的观念也是大白一手交授的 可以说大白最后死于自己之手 种族歧视在美国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 这个题材也经常会在影视作品里面出现 虽然电影里看起来很离谱 但现实里或许比这还要残酷 所以以此警示所有有歧视的人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珍贵的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